黄渤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自己没出名之前 身边全是坏人 各种小心机 而成名后身边全是好人 这句话也在张小斐身上再一次验证 随着你好李幻英上映 票房一度突飞弄进 不仅圆了贾玲的梦想 也同样把一直不温不火的张小斐 带上了巅峰 终于让张小斐尝上了大火的滋味 大家都知道贾玲的经历不乎 但是张小斐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 出身贫寒的张小斐自小喜欢跳舞 长大后又爱上了表演 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和当时的杨幂 袁诗诗成为了同学 也就是他执着 朴实的性格 让他受到了不少的委屈 在他没大火之前 有一次拍戏弄伤了眼睛 却被导演骂他矫情 当时贾玲来探班 听到这样的话 把贾玲气得够呛 随后便发文说剧组是泼妇团 那时的张小斐人为言轻 即使遭到谩骂也不敢发声 甚至曾被同学袁珊珊 在节目里肆意调侃 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应该都能感觉出来 张小斐其实并不高兴 毕竟是在节目里 一直强调别人的缺点 就算是开玩笑 也会被外界覆解 因为明星最注重的就是形象 也许对于袁珊珊来说没什么 但是对于正处于低谷期的张小斐 无疑是雪上加霜 后来张小斐也发文澄清自己 不打呼噜 本以为这件事就算完了 谁知袁珊珊竟抓住这件事不放 张小斐也拿她没有办法 只能默默忍受 直到《你好李幻英》上映后 张小斐瞬间成为焦点 袁珊珊立即发文 对三年前的事情做出道歉 在腾高采低的娱乐圈 张小斐的经历 恰恰验证了黄国之前说的那句话 张小斐是如何摆脱喜剧标签的 宋丹丹就曾被贴上喜剧标签 整整15年无戏可拍 直到她下定决心不再演小品 也不上春晚 才重新回到迎评前 2018年张小斐参加《我就是演员》时 在个人介绍中表明 来这里就是要撕掉喜剧演员的标签 虽然喜剧带给自己很大的惊喜 但希望自己可以创造出不同类型的作品 曾幻想自己能成为专业的演员 当时作为评委的徐征也是深有体会 小斐他这种心我特别理解 我也曾经是被标签化回这个喜剧 我从一开始很拒绝别人叫我猪八戒 到最后可以非常直面地说 我说我就是猪八戒 猪八戒就是我 这当中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等到你的能力真正成熟 等到你真正有了这个机会 你会让别人看到 直到你好李怀英上映后 对于张小斐来说 徐徐的预言便得到了验证 他并且李怀英的角色 赚足大家的眼泪 这才把喜剧的标签彻底撕掉 浮浮沉沉十五年 备受冷眼息怒 终于迎来了刘爱华明 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或许才刚刚开始 大家尽情期待吧 为了捧红张小斐 贾玲用了九年时间 他不仅是贾玲手下的艺人 也是贾玲的好威蜜 仗义的贾玲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 1997年11岁的张小斐考到中央民族大学进行舞蹈 小小年纪便住进了集体宿舍 从小就能吃苦的张小斐 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了下来 四年后 他考进了中国武警文公团 而当时的贾玲也考入了中央喜剧学院 正在为妈妈选错了专业而哭笑不得 幸运的是 他的班主任竟然是逢古 贾玲心里也舒坦了许多 而19岁的张小斐 为了自己的演员梦想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 和杨幂 袁珊珊成了同班同学 当时张小斐跟很多同学一样 毕业后也想成为一名专业演员 当时杨幂和袁珊珊都出名后 他却默默无闻 后来有一次面试 是偏人说他的长相有问题 而拒绝了他 当时也对他的打击很大 后来张小斐四处逝戏 屡战屡败 四处恨 直到决心放弃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介绍他去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 也许是命运的撮合 在这里 他遇见了他人生的贵人 冯鼓 2012年 贾玲正在为春晚小品 女人恩赐方 寻找合适的女搭档 找来找去 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经过冯鼓的介绍 贾玲便认识了张小斐 合作结束后 张小斐的纯真 虎实的性格 被贾玲深深吸引 二人便成了最好的闺蜜 后来只要有演出 贾玲一定会带上张小斐 就这样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在你好李怀英的播出后 让张小斐弯道超车 一度成为一线明星 这么多年 几经沉浮 张小斐在喜剧界 也算混得不错 可是始终缺少一个大红的切记 这个切记贾玲给了他